公子 嗨 大家好 我是一舅 下面讲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君子成人之本 一天 孔子的学生紫游和紫夏 在屈服大街上碰见了管理工匠的族师 族师大人 自有自下 国老呢 先生去见济世大人了 哎呀 我有件麻烦事 请说 我身为族师管着一百户人 大多数是年轻工匠 他们经常需求我怕会闹出大事来 哈哈哈哈 这有什么 让我替你解决吧 自有四处收集旧的乐器 有倩 消 君 生 曾神还送来父亲谈过的课 自有 这是我爹谈坏的旧情 你收集这么多旧的乐器 用来做什么呢 过几天 我要让先生看看我自由的能耐 从前的圣王 有至高无上的德行 使人们和睦相处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曾神 我猜那是人吧 先生 人怎么理解 人者爱人 关心人 先生 那边是怎么了 自由 你这是 弟子正用礼乐 教化这些年轻工匠 哦 原来如此 不过嘛 爸就给我 给我 给我 走 你们住手 独狸 看谁来了 我老 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们是济世大人的公将 为什么不去干活呢 不管我们干多干少 领到的酬劳都是一样的 是啊 所以小人们没有心思干活 就跑出来喝酒了 那我去跟济世大人说说 你们以后每日每月合算 多干的多得酬劳 如何 真的吗 你们一定要记住 凡事得危险 是 先生 还是您有办法 自由啊 你用音乐教化他们 这么做并没有错 不过也要帮助他们解决 升尽大事啊 孔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大家 君子就应该多为别人着想 多为别人做好事